虽然美国总统拜登仍然坚定支持以色列 但是他在星期二公开批评以色列总理莱塔利亚胡 这个迹象表明美国越来越担心 以色列在加沙的军事行动 造成的平民伤亡的规模 拜登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在访问白宫期间的新闻发布会上说 美国已经向以色列人明确表示 他们也意识到 无辜巴勒斯坦人的安全 仍然是一个令人严重关注的问题 因此他们采取的行动 必须与尽一切可能 防止无辜巴勒斯坦平民受到伤害 谋杀 杀害 失踪等是相一致 拜登越来越直言不畏地 公开批评以色列的军事行动 拜登发表上述言论之際 联合国大会已压倒性多数投票 支持加沙停火 这个进一步孤立了华盛顿 这个由193个成员国组成的 世界机构的投票结果 是153票赞成 10票反对 23票是弃权 巴勒斯坦常驻联合国观察员 里亚德·曼苏尔说 他们的责任是通过这项决议 并且迫使以色列 还有那些包庇以色列 不遵守全球共识的人来遵守它 努力拯救还是生存的生命 这次投票之前 联合国安理会上星期曾经试图通过一项类似的决议 但是因为美国否决而失败 虽然大会决议不具约束力 但是具有政治影响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节目 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转发 明天赞 转发 吝点赞 转发 麻烦筹